HELLO 大家好 今天不是散打的正常节目 今天是星期日的日子 今天是10月13日 又周日的时间 搞一些日常的生活篇 应该是大概两个月之前 9月底的时候 我示范了一次 用非常简单的 不用猜的方法 烤面包 也很开心 我公司有个同事 也有看这段影片 看完之后他真的试试 他说他从来没做过 第一次做的 他说出来的效果都不错 起码他的儿子和女儿肯吃 我想这个都是做爸爸妈妈 做了东西出来 看到小朋友肯吃 这是最开心的一件事 话说几个星期之前 在我新公司楼下的Lobby 就碰到两个旧公司的同事 当然大家看见面 有些意外 大家招呼一下寒圈一下 互相问好 另外两个旧同事 也有看过一段影片 其中一個說 呂呂尚 你這個方法好像很簡單 不過我家裡沒有焗爐 沒有焗爐怎麼搞呢 他說麵包沒有焗爐 真的比較難搞 不過如果用蛋糕做蛋糕的話 沒有焗爐也有得搞 蛋糕的話 就可以用蒸的方法 但是蒸的話 通常都要一個大小小的盤 可能要一個大小的鍋才能夠蒸 如果不是蒸的話 還有一個應該 我相信九成九的家裡都會有的 就是電飯煲 就可以用電飯煲來做蛋糕 其實如果大家上網搜尋 其實都很多很多不同的 recipe 我就做一下我自己的做法 當然每個人的做法有點不同 自己微調 但我的做法其實相當簡單 其實用電飯煲焗蛋糕 首先通常來說 份量比我平時做的 就是pound cake 會比較小的份量 而我通常做的pound cake 就是長方形的 那種叫pound cake 其實pound cake也有個小故事 為什麼叫pound cake呢 那個pound是英文的pound 就是pound 話說最初這個長方形的蛋糕 做出來的時候 當時它用的材料 完成之後 蛋糕的重量 就差不多是一磅 就是英式的磅 所以人們就叫這叫pound cake 因為它的重量是一磅 就一直沿用到現在 當然pound cake 其實現在的基本的原材料 都是差不多 但你可以加入很多不同的材料 變成了很多味道 我自己也做了很多的 但是今天想做這個 就是一個相當簡單 最基本的 一個電飯煲焗的蛋糕 所以材料來說 也是非常簡單 我喜歡 多一點點蛋香 所以我會用多一隻蛋 通常在這些 你上網看不同的 recipe 來說 三隻蛋、四隻蛋都有 我會用多一隻 我會用五隻蛋 而做這個pound cake 其實我也試過 一個做法 就是完全不用baking powder 即是powder粉 做出來的效果 會比較綿一點 但它綿一點 但是感覺上 好像略為固定了一點 所以我會用少許改良 我會加半個 tablespoon 即是一個茶匙 因為一個 tablespoon 就是兩個 teaspoon 我會加一個 teaspoon 的baking powder 所以做出來 我想略為鬆一點的感覺 其實要分開與處理 蛋黃歸蛋黃 蛋包來說 要另外打起蛋包 才加進去 然後出來的效果 會比較綿一點 而且很多時候 如果你去吃海綿蛋糕 sponge cake 其實sponge cake 都是需要把蛋黃和蛋包 分開處理 然後才能做到海綿的狀態 的感覺 Exactly 那個ingredient 之後在youtube facebook 我另外再列開 主要示範一下 大概怎樣做法 其實相對不難 但如果要打起蛋包 老人家 年紀大 就唯有靠現代的科技 就是一個打蛋機 當然啦 如果以前 我比較年輕的時候 沒有打蛋機的話 我也是用這個 Egg Whip 就是發彈器 去打 當然要打久一點 用多一點 年輕的時候就OK 現在年紀大 就唯有靠新的科技 搞定幫忙 好 好 首先來講 先處理蛋黃 然後再打這個 OK 好 蛋黃 其實分開了五隻蛋黃 五隻蛋黃 我加了少許糖 其實糖的份量 真的見仁見智 OK 我今天 雖然說 做一個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一個 飯煲焗蛋糕 但是 我就 因為我自己 就在雪櫃 用剩了少許的 蜜糖 所以我今次 就打算用了 鞍仔蜜糖 以為砂糖 去做這個 效果 打均勻 其實很簡單 打開了蛋黃 就可以了 當然 因為蜜糖和砂糖 始終蜜糖沒有那麼甜 所以 我在蛋黃 我加了少許 我大概加了一個 一個 一大匙的 砂糖 加了一茶匙的 鹽 然後 我用剩了少許的蜜糖 為什麼顏色有點怪怪的 因為我加了一些 牛奶 所以 如果你沒有蜜糖 雞蛋和牛奶 大約是一杯 一杯 倒牛奶 一杯倒牛奶 水分 差不多 如果你在網上 一般見到 用飯煲做的蛋糕 麵粉 通常是一杯 但我加了一隻蛋 所以 加了一隻蛋 麵粉 要加多一點 才能做出來的比例 適合 所以 打開蛋黃 打散 打均勻 糖 少許鹽 奶 混合 然後 再加麵粉 進去 有些人 教授 如果你想蛋糕 再滑一點 就要篩麵粉 然後 會滑一點 我 有時候 會比較懶 而且 也很視乎 你買過麵粉的牌子 你是否信得過 有些牌子 比較OK 除非你放了很久 否則 也不會相差太多 OK 對了 全部加進去 攪拌勻 之後 OK 已經可以了 其實這個主要是 攪拌均勻 不需要 攪拌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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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是這樣一個狀態 OK 接著 先放在一邊 處理蛋白 蛋白 一般人的做法 一定要小心 第一 蛋白的氣餅 一定要很乾淨 乾淨的意思是 不要有油 油 如果有油 的話 就不容易打起蛋白 另外 要放少少糖 加進去 還有 有些人 就調校 加少少醋 Either 是一個 茶匙 或多少少的醋 這樣 就會容易 打得起 我覺得醋 好像刮了少少 所以 一天我家裡 就有青檸汁 所以 instead of 草 我就加少少青檸汁 變成多了少少 不同的味道 如果你沒有青檸汁的話 其實 你可以考慮檸檬汁 我覺得 都可以 少少酸性 一般人做這個 可能會比較吵 如果是太吵 一會就快過了少少 首先 用慢速 用慢速 打到這樣 起了大少少的泡 就可以再加少少糖 通常 我這個蛋白 我會加三個 即是 tablespoon的糖 剛才在底部 已經加了一次 這是第二次 再打完之後 再調整一下之後 再加第三次 即是三根糖 打起它 OK 現在已經見到 開始已經是一個 一個固體 OK 再加第三次糖 再打多 待會 應該已經可以OK了 會兒 對 嗯 嗯 好,加上三次堂後,大家看到這個情況 很多當時看到很多人說要扔轉頭不掉下來就成功 如果這麼濃稠的話,我相信會很安全 即是當成功 這個就不要浪費,放下去 好,這個就完成了 好,接著就要將蛋白混合到蛋黃漿 一般,如果大家看示範的話 通常用刮刀 它的教法是刮下去,它叫做Half Cut的做法 我會比較懶惰的,當然要用一個Spatula 才可以刮到蛋白 因為你看看,其實很漂亮,很滑 我通常會分開三次 但在使用Spatula慢慢批凸 我就拿回打蛋器 但你不要用它攪拌 你是要這樣 即是這樣攪拌進去 即是你這樣攪拌進去 但不要這樣攪拌 ok 就這樣攪拌進去 即是你這樣攪拌進去 是 ok 即是你這樣攪拌進去 即是你這樣攪拌進去 就讓它可以攪拌進去 攪拌進去就可以了 攪拌進去就可以了 是,就是這樣 好 好,差不多了 便可以再放第二次了 這樣就可以下二次了 哦 好了,可以落到最後一次了 我把我先做的 我記得我 facilities 撥到 放一個 往滿 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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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到這裏見到顏色混合了 就有一個很漂亮的淡淡的黃色或橙色 好,最後一個動作是完全沒有難度的 就是將它倒進電飯煲的蛋裡 在餐廳清潔點店內 先放在餐廳上鏡的時候 用餐廳的增入 冬産水 和餐廳的增入 OK 就抹一抹鞭 蒸完后就有点焦在鞭 抹一抹 好,进去煲之前 先略为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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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蛋糕里面的芯会比较滑一点 没有那么多气泡、气孔 会比较绵一点 可以放入饭煲了 这个饭煲不是什么很复杂 又不是黄金饭煲、金钻石 只是普通的西施饭煲 因为有些饭煲是新的 可以选择蛋糕之类 我这个没有那么多东西 所以我用最简单的 就是煮饭 即是用煮饭的模式 这样就开始 就是这么简单 等它熟了之后 跳了键之后 就用筷子插进去 看看有没有黏 如果有黏的话 即是没有透心 如果是这样的话 即是可以关上它 等它焗一下 即是有多湿 甚至乎如果真的湿得很重要 因为每个饭煲的情况都不同 你可以再按多次 因为饭煲来说 它本身 都应该会 detect到 它干的话 就会跳制 但有时可能饭煲 有时失灵 或者什么原因 如果你把筷子插进去 拆出来 是很干净 没有黏的 就已经要完成了 好了 蛋糕正在做了 等它完成之后 看看制成分是怎样 好了 饭煲已经关掉了 要看看情况是怎样 那先开来 拿出来看一看 好似有点黏黏的底 OK还OK 始终现在的饭煲 大部分的西施煲都是不贴的涂层 就容易搅拌一点 好 好热 先试试看熟不熟 OK 拆出来顺利 没有黏东西 就应该熟了 OK 这样 就要 倒出来 呼 好热 嘿 嘿 嘿 哒哒哒 嘿 哦 啊 黏了 有少少个边 黏了少少 那算了 OK 证明没有造假的 OK 虽然有少少瑕疵 不过 可能饭煲日子有功 开始涂层有少少 啤啤的 所以出来就有点多位 不舍太完美 不过 算是这样 颜色都 颇像样 都很均匀 那个庆德是 OK OK 就 好了 当然要先放冰了 现在热辣辣 这样 放冰了之后 切开来 拍几张硬的照给大家看看 免得再录视频 那里就 OK 整个过程 就大致就是这样 所以就 就是 用个饭煲焗蛋糕的话 其实就相对 没太复杂性的 亦都不需要考虑 又要看炉 看火之后 这个就是 应该是最 简单 亦都不需要担心 说 稍后烧焦了 开了之后 提供你的电饭煲 是正常运作的 还有呢 刚才呢 我记得有一道 是漏了一样东西 不记得说的 在那个 蛋黄 那个 即是 蛋黄浆 除了 放入一茶匙的盐 放入糖 糖 糖again 即是视乎你自己喜好 我觉得 如果 这个 size 蛋糕来说 其实 你可能是 三分一杯 糖 其实都已经够了 三分一杯 如果 譬如 没有凉杯的话 可以用这个 所谓叫做 Tablespoon 量度 那么 半杯 半杯的容量 大约是8个Tablespoon 所以我觉得 如果这个size 即是你不想吃太甜的话 其实 4-5个Tablespoon的糖 其实就已经够了 因为 你打那个蛋把干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我加了三次 一个Tablespoon 所以如果4-5个Tablespoon 在蛋黄的酱里 另外蛋白加了三个 其实那里已经是7-8个Tablespoon 大概是 半杯糖 所以这个size蛋糕 半杯糖 已经很足够了 但蛋黄的酱里 除了糖 盐 之外 如果这类蛋糕来说 我漏了是油 OK 就是刚才忘记得说的 那 这类蛋糕来说 你喜欢用牛油也可以 再不是简单一点的话 你用一般煮食用的 生油 粟米油 只要那个味道不要太浓的油 就可以了 我家里最近就在用米糠油 所以你可以加两个Tablespoon的米糠油 这样就可以了 刚才就是 录影的时候 忘记说了 这个我会在Facebook和Youtube 那个ingredients 我会补充 这样 希望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话 可以玩一下 其实就是 都是一个 我觉得 周末的时候 找些东西做一下 这样 对我来说 我都说过 这个也是一个 我觉得是对我减压的 一个方法 在这个 整理的过程当中来说 可以让你 不需要那个脑里面 仍然想着工作上的东西 这个也是一个 小小的解放 好了 希望大家 喜欢 可以试试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玩下 别的东西 拜拜